大家好,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我是CASA彭衛生 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一,現在時間是10點31分 港股今早來說,低開10點後,繼續下跌 並且跌幅逐步擴大到超過200點 落到17,800點水平,失手18點這個關口 最主要是外圍方面,包括整體的美股走勢 仍然是比較偏弱的 加上市場對於內地方面 突然恆大公佈在重組協議舉行前 突然說他們沒有條件發行一些新的票據 預視著恆大方面進行一個整體的債務重組 似乎是遇上一個很大的困難 都令到一眾的內房股突然之間 今天來說,走勢是全面轉淡的 再看上星期來說,整體港股的走勢 就在星期五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最主要的反彈力度都在星期五 其他時間來說,都是繼續回落 並且推動整個主要的恆指去到8月22日的低位 為什麼會這樣呢?最重要的是看外圍 包括美股繼續回調 雖然上星期三,等於香港星期四凌晨2時 一如市場預期,聯儲公佈的議息會議 結果都是維持息率不變 即是維持在五里五到五里半的水位 但是對於未來的今年剩下的時間 仍然有一次的加息機會 表示會發生 所以市場開始擔心整體的息率是沒有見頂 而且亦都看到整體聯儲局的一些官員 似乎都是繼續發表 對於需要進一步看經濟數據 才可以確定到食口是否見頂 雖然很多現在的大佬 包括高盛 甚至是剛剛星期六和星期日 都發表表態整體美國加息的食率是堅頂的 但是對於市場來說的幫助不是太大 上星期在美國的議息結果出來之後 整體的股市都不是特別好 雖然亦都看到內地方面 亦都之前出了很多的經濟措施 但是在上星期來說 星期三內地方面公佈了 央行貸款的息率 維持SAD2無變 這個水平 預視著現在似乎大家都見不到 人民銀行再進一步進行 推動整體的市場 推動力度 令市場有所失望 不過如果照看的話 內地的股市基本上繼續偏弱 這個情況 沒有辦法逆轉 因為始終看回內地的經濟狀況 不是特別好 尤其是現在看回內地的三流馬車數據 雖然有兩個數據是好轉了 但是整體的不明朗因素 仍然維持困擾整體市場 至於美國方面 重視聯儲局說明 今年剩下的時間 有一次加息機會 但是如果你看回 聯邦基因利率期貨 在上星期五 去看回預期 即使用聯邦基因利率期貨 作為一個預測的話 又不是看到 美國在未來兩次的議息會議 有一個很大的加息機會 例如11月份 市場仍然在看 整體的息率 維持在5.25至5.50的機會率 仍然達到七成 這是很高的數字 至於去到12月份 預計美國維持在5.25至5.50的息率 仍然達到接近58% 仍然是屬於一個比較偏高的 對於今年來說 還有一次加息的機會 似乎都反應不大 但是整個的債息方面 已經在之前 即是議息會以後 都抽升了上去一個比較高的水位 甚至可以這樣看回 無論是兩年期也好 甚至是一些中長線 十年期也好 甚至是更加長的 即是三十年期來說 這兩年期的息率 曾經最高 抽到上去是5.25至5.30的水位 甚至可以這樣看回 現在來說 重視十年期的息率 都算是4.4的水位 令到兩個的息差 仍然都有接近 一個是0.7厘的水平 比之前的指導掛 即是達到一厘留上 明顯都已經是會落了少少 不過如果我們這樣看 在短期裡面 整體的息率 都還是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水位 令到美股那方面 暫時都還是沒有辦法 逆轉回近日的弱勢 尤其是當我們看回 就是說 在VIX 在之前最低落到12.68的水平 之後 抽升上來 去到17.54 雖然還未去到20 這些比較重要的 Critical的位置 但是市場都顯示著 大家對於 未來的美股出現一個回落的預測 都是相對比較大 在現在來說 最終就是 如果BIX 如果最終 升穿了20 這個水位 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過去的經驗 每次的經驗 就是BIX 上到20 樓上 所以 美股的跌的幅度 會是很大 現在來說 都由17.54 但是上星期五的時間 輕輕地要下跌 最終來說 都是下跌 大概是16.6 但是 都要小心 就是說 如果 美國再進一步 回落 尤其是 這個星期來說 比較多的 重要 關係要過 第一 就是說 美國的 汽車業方面 那個罷工 是不是可以 在短期裡面 就是叫做 平息 因為 如果你一路 都沒有辦法平息的話 那 令到 整體的 美國那個 汽車業 受到的壓力 是越來越大 還有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算你說 搞得到 是去 提高 整體的 叫做 人工 甚至是 勞工成本 上升 都會令到 通脹 會有壓力 因為 這個星期來說 也會出回核心的PCE 這個 也是 看得比較重視的 如果PCE 繼續向上走的話 我相信 美股跌下來的風險 大了 很快就會令到 BIC 一下子抽到 20 所以 都要小心 至於 大家對於 今年的 加息 那個預期 雖然不大 但是 隨著 外圍 包括 英倫銀行 日本央行 沒有進行 一個 加息 大家都看到 外圍的外幣 似乎 都 息率 再上一步 上調的動力 是不多 甚至 加拿大那邊 也都 先行 表示 明年的 第三季度 是會 有減息的 所以 美匯的情況 仍然 預計 還有加息 機會 美匯的走勢 還挺強的 甚至 由 最近 9.8 5.8 上個星期 都不太好 因為 持續的下跌 令到 三個主要指數 都跌到 就是 保利加通道底部 甚至可以 看 幾個指數裡面 科技類股份的走勢 非常之弱 在三個主要指數 星期五來講 都繼續跌 當中 導致是 開始追跌 跌了0.3% 也是貼著 保利加通道底 我們也看到 在這圖裡面 最低的部分 就是反映 Bbw的指數 但是這個指數 正正反映 保利加通道的 す das 和20天線的所謂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做一個比率 開始由低位抽升 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會抽升呢? 要是BVW的中族 即是20天線跌得很急 要是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是抹闊得很快 我相信現在來說 在一個非常低的BVW底下 彈上來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是抗闊 在這樣的情況下 自然都會令到 在導致下跌的時間 去到一個更加低的 即是保利加通道的底部的水平 機會是更加大 所以都是預計 美股進一步轉弱 進一步下跌的可能性會更加大 至於去到納指 甚至是標榜白指數 我們看到BVW 例如之前已經是由低位 彈升上來 而且亦都看到 兩個指數 他們自己本身 都跌穿了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而且亦都看到 那個RSI 在兩個指數 都明顯跌穿30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指數是去到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BVW 又會彈上來 再加上RSI 穿了30 的話 這個很傳統去看 就是說 進一步下跌的空間 是會加大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都挺大 所以就這樣看回 無論是說 導致也好 有甚至是標榜白指數 又甚至是 反應科技股的納指都好 全線轉弱的 非常小心 美股下跌 港股都未必有運行的 看看人民幣近日的表現 內地方面 即是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美國和內地的 息差 已經降到很闊很闊 而現在來說 就是說 市場開始是 對於 美元那方面 是不是還有大幅加息的可能性 會出現呢 如果一旦 加息的空間不多的話 很自然 我們就會預計 人民幣的匯價 會稍稍會轉強 在星期五來說 我們都見到 美國的 現在的時段 那時候 人民幣的匯價 真的有少少是轉強 並且 就說 破了 20天線的水平 一旦 如果見到 人民幣的匯價 可以轉強的話 也有助 內地的股市 和港股 可以好轉回 那就要看看 究竟 接下來這幾天 究竟人民幣的匯價 是否可以 就是 出現一些 比較 好少少的反彈 如果反彈的力度 夠的話 那也是 幫到港股的 其實如果 看看 星期五 再看看 上個星期五 港股是彈了 400點 這也是跌下去 就是說 822號的低位 剛剛好去到 157573點 就是隨時反彈 那麼 在這個反彈之前 就是 那個的市況 都是 稍稍的轉弱 但是 一見到 就是 低位反彈上來 低位反彈上來 低的角的指數 是彈得比較快 不過呢 有一件事 我們都看回 就是在整體的成交額 在上個星期五 全日的成交是有 1018億的成交額的 那麼至於呢 在收市那段時間呢 單是看那個收市的成交 是有48.9億 那麼這段的 即是叫做 競價時段的成交額 就往往都是反映回 投資者 還繼續看好後市 那個情況 是不是繼續發生 那麼 如果看回那個4.8% 即是說在收市後的競價時段 不是真的很多錢 是追進來去買貨 而且也都見到 在當日來講 行使那個收市後的競價時段 只有10.3億的資金流入而已 那就是顯示著什麼呢 投資者 是的 那個市場上去 是賣回一些東西 但是很少 也都在那個錯誤比率 不夠三成 那麼 同呢 就是我們經常都要求 有七成的錯誤率 真的差很遠 可以見到的 就是說 市場上升了上去 投資者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呢 就這樣看 整個 港股在上個星期五的反彈 基本上 就是有些為虛火 那麼 當中來說 見到 比如說 亞里 就有3.3億的錢 走了 未斷2億 另外 中國拼佈 1億 比亞迪 也有1億 另外 網易也有1億 至於 一進來的 就是騰訊 4.7億 有邦 有1.4億 另外 京東 也有1.2億 加上 建行 有1億 同志 港交所 也是1億 那麼 看到 兩者 比率 不算 很強 即是資金進來 和出來的比率 都不是很強 即是不是一面 大量錢是衝進來 所以就這樣看回 就是上個星期五 整個市場升了400點 其實有一點 就是真的 得過市場升 但是錢就不肯進來 那麼 也都要看回這幅圖 就是那個 港股行指的部分 那個 累計的資金圖 那麼 我們看到 就是去到最右邊 那裡 就是反映著什麼 就是最接近的 過一個星期 那個資金的情況 那麼 在這個藍線 反映著大戶資金 那麼 那條綠線 就反映著那個散戶的資金 正在顯示著一件事情 那麼 我們看到 就是在 無論說大戶的資金 就是在收市的見價時段 又或者是 那個散戶的資金 在開市的見價時段 在 過去一個星期 基本上 是 橫行 沒有明顯的 向上方向 那麼 所以如果你看到 指數 去到比較低的水平 但是都彈不到 上來 都 令到大家 就是有少許失望 可以不可以看回 就是說 港股 這一陣 就是那個反彈 未能夠是 破壞 是之前 由22,700 完成那個 一浪得一浪的形態 那麼 尤其是 如果我們看回 就是說 如果以個 周線圖去看 仍然都是很多次去到 就是 葡里加通道的頂部 受阻之餘 亦都在周線圖裡面 我們看到 整體做過反彈 都是能夠反彈 整個由 31,183點 跌到低位 14,597點 的 38.2% 的反彈幅度 雖然 今年 1月 曾經上來 最高是22,700 但是最後 跌下來之後 好幾次上去 都沒有辦法 去修復到 38.2% 只要 38.2% 那個 反彈目標 會是 今次 一個很大很大的 阻力位 來的 沒有辦法 升穿這個位 其實都難以 是令到大家 信服 市場是完全擺脫到 下跌形態 在日線圖 兩個底部 17,573點 已經見過了 但是 在反彈 唯一 就是 RSI 在今次 沒有跌穿30 反彈上來 但是 回調的力度 這次 會不會比較大 還是看著 短期是17,573 這個位 要不要再試穿 因為如果 你向下試穿的話 最大的風險 就是什麼 因為我們今次說 由14,597點 上升到最高 是22,700 這個 反彈浪 61.8% 一旦跌穿 也是失手的話 我們整個 形成的 下跌形態 是會 將指數 推回 去 是起步點 所以 這一陣 就是 17,573點 甚至 可以說 61.8% 大概 18,100 這個位 就必須要 力手 雖然 現在跌穿了 少許 但是 看多幾天 至於 今早 整個市場 基本上 低了 10點 今早 成交額 都很低 例如 今早 是13億 如果 看看 恆子佔 成交額 是177% 但是 最重要 一件事 究竟 在開市的時候 有沒有錢 進來 今早 是有的 但是 1.4億 1.4億 很小 而且 追貨的比率 只有14% 更加反映 投資者 似乎 都沒有大興趣 在早段的時間 去追 所以 今早 低開後 再進一步下跌 的情況 出現了 而 成份 股 今早 騰訊又 走回少少少錢 網易 跟著 美團 平保 再加上廣交所 都是錄到資金流出 另外 有邦 比亞迪 巴巴 小米 再加上 比亞迪 都是入 但是 只是 頭兩隻 五隻 有邦 再加上 比亞迪 其他人 都是幾千萬 都顯示出一件事 市場 在 上個星期 反彈完之後 似乎大家 入市的興趣 都比較弱 如果我們再看回 在 紅症 部署 上個星期 下跌下來的時間 低位 見過17,573 其實 紅症 那邊 一直都放在 18,400 到18,600 這些位 最重貨 就是那裡 紅症 顯示了什麼呢 投資者 開始 不太敢 大力 追 因為 如果大家看回 一般 如果大家看得很淡 紅症 部署 最重倉的部分 是會向下移下去 但是沒有這樣做 但是 也看回 牛症 那邊 我們也看到 重倉位 就是17,400 到17,600 亦都 部署 比較多 亦都看到 在這個水平附近 包括 17,200 到17,400 都是 有比較多 就是 牛症 在那裡 看看這個位 是否 因為 暫時來說 指數 是17,573 這個位 在上星期 彈 雖然彈得比較急 但是 反映 投資者 暫時都會相信 那個水平 是一個 比較 好一點 支持位 所以 暫時看回 這個位 站得穩的機會 是有的 至於 看回 整個 短期走勢 我相信 就是 有個 8月份低位 彈上來 主要的 阻力位 是50天 這個位 大概是18,680 這個位 基本上 我都相信 要升穿 是 相當懶的一件事 因為現在 成交人力 特別大 而且 市場 在 接下來 這個星期 內地方面 也都在 周末 開始 放一個比較長的 中秋交國慶的假期 北水 接下來 也都會暫停 今個星期 期支結算 變相 令市況 會比較 反覆 和 稍為偏弱 現在 真的 把焦點 都看回 17,573 這個位 是否真的可以 站穩 如果這個位 最終失手 會形成 一底 低於一底 的形態 延續 在這個情況 你不用說 要跌到 14,597 這個位 你這樣跌下去 可能跌到 16,700 這些位 對市的震撼 仍然是比較大 大家都要小心 至於 今早 行指 基本上 就是 一支大的 陰燭 滑了下來 亦將 上個星期五 升的幅度 差不多抵消了一半 究竟 能否維持到 一個比較明顯的支持 在17,573 就要看回 究竟 RSI 是否會在這一段跌下去 失手30 如果RSI沒有失手30 那些人追股的意欲 就不高 但是穿30 追股的意欲 非常強勁 到時的市場 就真的要頂住 都比較難 如果以小時圖去看回 整體的指數 由上個星期 就是低位 抽上來 曾經穿過 這個小時圖的 MA50 現在回調 也會穿回 MA20 這個位置 我們看 暫時的指數 能夠看到 MA20 穿 MA50 形成黃金的交叉 機會 真的渺茫 只能夠 只能繼續 在這些水平 部署 一些 叫做 短線的位置 可能 指數 如果再跌下去 低位 可以是搏反彈的 而且 也看到 我們 一些 叫做 資金的流向 都似乎 流回 在一些 叫做 內銀的情況 是比較 持續性 高 一些 對於 內銀股 可以是 大家 維持 看好 一些 至於 今天 早段有個消息 關於中國恆大 就是 取消了 對 債券 對 債券 做 債務 重組 會議 原因 就是 今早 恆大發文 說 他們 無法 發行 新票據 的 條件 就是說 他們 現在 要發行 新票據 支付 或者 將 原有的 票據 取締 條件 符合 他們 沒有辦法 進行到 債務重組 這樣的情況 明顯 令到 大家很擔心 因為整個 接下來 究竟 可不可以 成功 做到 一個 債務重組 其中一個 的條件 就是 債權人 肯答應 如果 你說 我連發行新的票據 都發行不到的話 債權人 怎麼會答應 你做一個 譬如 剪期 甚至是 怎樣削債 因為大家都 預算在 這樣的情況 大家 拿著 的票據 如果 沒有辦法 在日後 有一個 承諾 可以收回錢的話 基本上 你什麼都不用再答應 可能 是這樣的因素 令到 今早 所有的內放股 都跌了下來 其實 大家對於 恆大的看法 不是特別看好 雖然 如果你說股價 由低位 都彈得很厲害 可以這樣說 彈上去一個 相對高的水平 理論上 就是反應什麼 投資者 對他的後市 是看好 但是 如果一旦 我們用北水去看回 恆大的整體情況 就不是很樂觀 原因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看到 原本 他們在復牌後 那個 叫做 北水 拿著他們的股份 比率 又是之前 就是停牌前 就是9.92% 一直在減 你看到 那條紫色線 就是那個 叫做 港股通 包括 深股通 和護股通的總和 這條紫色線 一直在跌下來 由9.01% 到上個星期 只剩下8.19% 那跟其他的內房股 是很不一樣的 例如看2007 就是這個碧桂園 我們看到 他們是在 就是之前 原本 就是7月底的時候 6.88% 那他們呢 出了一些 就是叫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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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是 可以 展期底下 那大家的看法 就是 北水 就一直在買 令到他們的 比率 由 最初是 6.88% 一路上到 上個星期 最高的時候 是 13.96% 即是 接近14% 那加的幅度 是非常之大 那另外呢 再看一看 1918 那隻融創 那也是有過 這樣的情況 就是由原本呢 就是7月底的時候 18.36% 那麼 加到 30.11% 那這幾隻 很明顯看到呢 跟 恆大 那個情況 是很不一樣 那這個 也是一個 就是預視著呢 市場 對於呢 恆大 是成功 可以 就是叫做 是 展期啊 甚至說 那個的債務重組 成功做到呢 那個看法是 非常之不樂觀的 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大家可能 就在那個市場上 應該去買回 就是恆大的股份 那但是呢 北水沒有這麼做 那大家 小心啦 就是千萬不要 因為股價升 那而呢 是一雙情願相信 它們是可以 是完成到那個 的 就是債務重組的 那至於 這個星期呢 那繼續要 看著 那些數據 那 那內地來說 會在 就是27號星期三 就會公佈 就是說 今年年初去到 八月份呢 那個的工業利潤 那個總值 那麼 原本之前 就是 七月份 那時候呢 是跌了15% 那麼會不會這個跌幅會收窄呢 那麼要小心看著 那另外 也會看回呢 就是美國那方面呢 會出回 核心的PC 物價指數 那麼 這個數據呢 就往往是聯儲局最喜歡 是拿來 是作為 定那個未來的 即是 即是適合去向的一個 即是重要數據 那數據如果是 繼續會落的話 那對於呢 就是聯儲局不需要加食 呢 的確是有個幫助的 那所以 也都要留意 那至於呢 就是呢 內地那方面呢 會是在 在 即是 星期五呢 就會是公佈回 這個 就是 匯豐的 財新的PMI 那也都 就是看了那個 服務業 那製造業和服務業 兩個PMI 數據的 那還有呢 也都是在 那個的 中秋節的時間 那 內地就會是公佈回 官方的製造業 和非製造業的 PMI 數字的 那麥麥完成之前呢 那我們呢 就做一個推介 那我們 在 這個 10月13日 星期五晚 10點到 7點到 9點半 那我彭慧珊 CASA 就會和阿Joe 就會在一起 搞一個 收息投資的 講座Webinar 那今次來說呢 會說的話 是什麼呢 那就是 近來市場 開始 對於這個 息率呢 逐步見頂 是有一個預期 那一般來說呢 當呢 息率去見頂呢 買了的債券 除了有一個 比較高的 債息 是可以延續 可能講的是 兩年啦 甚至是最多 可能是30年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 投資者去買它呢 的確是有一個 很好的 投資回報 那除了這部分呢 加息 息率 一般來說 當息率 有個 頂部會落 那 債價呢 也都會有得升 那 所以 在現在這個時間來說呢 呢 投資者 怎樣去 捉緊這個 投資機會呢 那我們 今次的Webinar 裡面 會和大家分享 那 今次來說呢 就會是 收費 988元 那 大家來說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是 盡快去 入錢 因為呢 今次來說呢 我們有90個 的直播位置 是可以 給大家 去用的 那 如果是超過90個 就是 朋友 想看的話呢 那麼 超過90個 就不可以做 看到直播 但是呢 可以是看到六播 因為呢 就是 完了那個Webinar 之後呢 那我們呢 就會把影片 放在那個 網上的 給大家看 一個月的 而且呢 也都呢 在今次的 參加者呢 在 完成了 的交費 之後呢 那我們 就會有一個 免費加入TG Group 的機會 給大家的 所以 大家呢 不妨是 利用回今次的 機會呢 去報 一個 跟 投資 在一個 債券相關的 一個 的 講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整個市 就似乎 都不夠力 大家做任何的 投資 要非常 審慎 如果大家 對這段影片 是有 任何的問題 或者有自己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面的留言 是來留言給我們 也都可以跟其他的 朋友呢 去做一個 叫做 討論 如果大家 覺得這段影片 裡面的內容 是有用的 不妨給個 讚我們 以及 可以分享給你的 朋友仔 至於 大家如果 想鼓勵我們的話 也可以 用回 Superfans 來去 鼓勵我們 令到我們 有更加多資源 可以做 更加多 不同的 一個分析 好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 正式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